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故事呢 是我前兩天聽到的 我的一個化妝師朋友 他有一次去 就是 外地 別人城市也是做宣傳 那他那天晚上呢 他的房間剛好沒有人 他的旁邊的工作人員去外面 可能吃飯還是什麼 還沒回房間 那他就是打開他的電腦 用視訊跟他朋友在聊 就是聊聊天之後 他朋友就說 那就不然看一下你住的房間啊 看你房間長得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那我那個化妝師就說 OK好啊 他就把那個電腦拿起來 要準備就是照他房間的時候 電腦一拿起來 就看他透過那個電腦的螢幕 然後反射看到自己的後面 拿起來的時候有一顆頭這樣 一個透明 接近藍色的影子的一顆頭 然後就這樣子 從他的頭後面就在這邊這樣子 出來看他 然後他嚇了立刻把電腦都丟了 然後一直罵一些就是不好聽的 很難聽的話 然後我想說他還立刻回頭 他還敢回頭看說誰在他後面 因為他當下並不覺得是 他當下沒有下意識沒有覺得他那個不是人 所以他左顧右盼之後 後來他的朋友就一直就是 Message跟打電話給他說怎麼了 為什麼電腦突然間斷訊呢 然後他把他朋友電話接起來說 你現在什麼都不要問 你就陪我聊天 然後他就邊跟他朋友聊天 然後邊打那個房間的號碼 打到另外一個經紀人的房間裡面去說 我現在可以去你房間嗎 那時候已經半夜一點了 然後經紀人接起電話來就說 OK好沒問題你來 他也沒有問什麼 然後他就請他朋友陪著他講電話 然後他一路就慢慢走的 走去那個經紀人的房間裡面 然後一路等到其他 就跟他同房工作人員回來 之後他才敢回房間 這次我近期以來聽過 真的是蠻可怕的鬼故事 然後他說他有很長很長 一段時間都不敢給人家Facetime